- 各位聽眾大家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HITCON的論壇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今年度的一個特色 因為我們今年度HITCON 我們是結合了HITCON Community 跟HITCON Pacific 所以我們希望說除了有技術的議程之外 我們更有一些給企業所聽的一些議程 那我們第一場的話 會希望是邀請各個金融業的代表 來去談一下金融業 如何去迎擊數位政壇的第一道烽火 那我先首先簡單的去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雨潭人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Alan 我們目前是DevCo的CEO 那我是作為一個代表主持 然後來去邀請這幾位雨潭人 去分享金融業者還有主管機關 對於資安這邊的一些策略跟要求 那我們先首先歡迎一下幾位雨潭人 第一位是我們今晚會的蔡芙蓉蔡處長 請各位掌聲 然後第二位的話是臉政中心的郭董事長 第三位的話是富邦金控的蘇資安長 那第四位的話是第一銀行的劉執行副總 那接下來的話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我們的議題為什麼會這樣子制定 其實呢我們認為金融業的話是 全國這個資安手上其中的攻擊熱點 那其實呢每個單位他的一個資安的策略跟措施呢 也很適合台灣的各大產業也參考 例如說呢不管說你們是一般的網路業者 或是電商或是各個產業 其實呢也都可以參考其中業者 這麼樣的一個高標準跟超前部署的一個資安的策略 那這些標杆呢我希望可以帶領大家知道說資安該怎麼做 所以說我們今天探討的方向我們訂了幾大主題 希望是呢能夠了解一下防禦機制的一個有效性該如何評估 以及呢大家常聽到一些供應鏈的安全 還有像是資安策略跟預算的投放這幾個大的面向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呢藉由金融業的這個分享呢 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也讓大家知道民眾呢也可以對資安增加更多的信心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的模式的話就會是由我這邊來做主持 然後我會請這幾位語談人呢分別去做一個分享 那我首先先把麥克風交給這幾位談人 先借我一下 好那我們首先的話我們的第一道題目的話 我們會先希望說請金管會的這個蔡處長 先以一個期許的方式分享一下金融業者的話 金管會有期待大家做到哪些的防禦機制嗎 好謝謝我想謝謝主持人 還有我們今天的議會的這些先進 還有我們所有的這個議會的這個嘉賓代表大家好 那非常高興今天參加HICOM 2020的年會 那在這樣好的一個場地之下 我看到每一個人非常多的年輕朋友 還有一些老朋友好朋友等等的 非常高興 剛剛我跟蘇甫總有提到 看到很多資安的那些年輕的一些優秀的人才 都可以投入到這個產業 那我覺得台灣的資安產業真的是非常有發展 非常有希望 所以我想大家只要在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指導之下 我想應該可以做出一番很好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可能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剛剛提到是說有關於這個 金管會在整個金融機構的這個防疫技術方面 那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金融產業的風險其實相當高 很多的作業風險包括流動性風險很多的這個作業風險 還有這個信用風險還有資安風險等等的 不過這幾年的資安風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因為這個有很多的這個資安事件的發生 大家可以發現對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危害 跟相關所造成的這些經營上的風險其實是非常的大 所以也讓這個經營階層體會到這個相關的這個資安的這個重要 那金管會在金融機構的這個防疫技術方面的要求是像 目前是Follow這個我們有定一個資歷規範是有關於 金融機構的辦理電腦系統執行安全評估辦法 這個辦法就類似政府部門的一個資安見證的一個規定 就是要求各個金融機構你要定期對不同的資訊系統做相關的 不管是做一些檢視或是檢測的工作 包括說防火牆、網路政策相關的這些系統做一些相關設定的檢視 那另外要做一些相關的一些檢測的工作 包括落點掃描、包括滲透測試等等的這些防疫機制 那另外當然基本的這個金融機構 這些相關的防護設備我想應該多具備 不過我覺得說怎麼樣把整個金融機構的這個水準再提升 所以我們目前在我們今年8月份 我們有公布了一個金融資安行動方案 這個新的這個政策裡面 那在這個政策裡面我們會在防疫機制方面會再要求大概有兩項 那第一項就是怎麼樣去強化這個金融機構的自動安全的防護機制 這個部分會去參考政府的這個治安法裡面相關的應辦事項 去做要求 那第二項是有關於網路的安全管理這一塊 也就是怎麼樣去強化管制一些網路上面的包括資源的存取 包括這個邊界的防護包括網段的切割怎麼樣讓它更嚴謹更安全 那網路的管理方面來講我們希望是能夠做到零信任這樣的一個機制 來確保這個內部的這個安全 原則上會再去強化這一塊的這個安全的防疫部分 我想先大概是目前我們會先做這樣的一個整體的一個防護的這樣一個強化的機制 來提升金融機構在資安方面的這樣的一個水準 以上我先做一個說明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蔡處長 那當然我們相信說各個金融單位 其實在資安這一塊投入的這個東西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了這個8月份新推出的這個行動方案的話 大家其實也能夠更知道說該怎麼樣做才是比較有效果的 那當然我們也會想要知道說在這個 就是在企業要如何去評估現行的一些機制 例如說防禦制度它的成效是如何 那當然在這邊比較會是說我們已經在執行資安的時候呢 我們除了做該做的事情之外 我們要如何確認它的一個有效性 那這一個問題的話我們想先請這個廉政中心的郭董來為我們分享一下 貴單位是怎麼樣去評估防禦機制的一個成效 好 謝謝 在非常感謝HICOM的那個邀請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在學習當中 然後今天左邊做的是政策的制定者跟管理者 然後右邊做的是他們是擁有資金跟金錢 那我們是擁有的資料就是data 那我先補充一下就是剛剛蔡組長所講的兩個重點之外呢 我大概分享一下那個 那個蔡組長去年還帶領我們金融科技業者 到以色列進行國際的學習 就是這個防疫機制不是只有學習還跟他們交流 所以我們拜會了不少像重大的資安公司 像Checkpoint Leadware 像CyberArc CyberGene 這些公司 所以我想說儘管會 尤其蔡組長的領導之下 不是只有政策的執行 還包括國際的交流 那我記得最清楚就是 蔡組長帶我們進入到以色列的那個 Financial Cert 他當場跟對方要求說 是不是能夠跟台灣進行所謂的國際交流 所以這點給我感覺是 我們台灣的金融主管機關 是非常的在認真在推動所謂的防疫機制 那剛剛那個艾倫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企業先行如果評估已經導入的防疫機制 到底它的有效如何 我認為從一個董事會的角度 因為我是董事會的成員 我認為這是一針見血的問題 因為進入到董事會就我要問了 就是到底我們董事會所提供的這些制定的政策 跟部署的一些預算跟資源 到底能不能就是取到所謂的防疫機制 有效性的防疫機制來保護整個中心的Data 那當然我們也很幸運 因為我們的董事會有主管機關幫我們 找了全台灣非常top的資安跟資訊專家在我們這邊 我們大概有兩到三位 不是資訊就是資安的專家 所以在他們的領導跟帶領之下來講 事實上連真是有一套 當然這跟HICOM這邊也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有一套就是資安框架跟標準 我們還有引用的工具 然後再來最主要我們還有一個就是 進行實務的紅藍演練 也就是真正的紅藍演練 而且是大概免兩年就舉行一次 然後來檢討 我這邊大概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在資安框架來講的話 雖然主管機關要求在兆元以上的銀行 或者是保險公司才需要資安框 但是在連鎮中心雖然我們的營業 大概只有幾個億 但是我們也有資安框 我們資安框是由我們的副總 所以來檢認 所以我們副總檢認在場 所以我們除了第一線實務在操作以外 我們還有資安部 我們不但有資安部還有資安經理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知識能副總 來當整個資安長 然後董事會又有非常專業的 所謂的資安背景的人 所以在一個公司制裏來講的話 防疫機制來講的話 我認為重點之一 大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之一 就是你的制度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標準上這一點我們還在學習 因為當然ISO2701 是一個非常標準的認證 時間到了我們都會有認證 我們很多公司都有認證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認證可能還 稍顯靜態而且比較廣況 比較broad 所以我記得蔡處長在 今年在金融研究院有上課 上課的時候他有提到NIST 他們制定的一些規定 比如說像NIST Cyber Security Framework 還有一個就是CIS CSC 然後V7.1的這些所謂的 諮詢安全控制引導 那我們現在雖然ISO2701 我們都有 TPPath什麼都有 我們裡面也有很多防復的措施 但是我發現到標準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要upgrade 所以這在公司自己來講的話 在檢視到底你的所謂的防疫機制到底有沒有效的話 來講的話 我認為標準可能也要再提高要求 尤其現在的駭客的工具手腕也非常的高超 所以現在我們內部也在研究 像CIS CSC 那一套東西 而且我們大概也會再跟蔡處長來請教 那第三個就是 也非常感謝就是剛剛那個劉龍泰 劉智信委長也有用到的就是那個CDM那個工具 那當然我們大概不是只有那個identify 或者是protect 那其實我們現在目前比較重視大概是detect 那detect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目前按照所謂那個diagram 我們大概在檢驗到底我們的防疫機制還有哪一塊不足的地方 哪一塊要加強的地方 我認為那個工具那個CDM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road map 你可以檢視自己 那我也我們董事會用那一張來檢視到底這個管理全國 銀行界金融界所有data的一個中心 到底它的防疫機制從由外到內部 然後從人到設備 然後從硬體到軟體 然後到我們所部署所謂的end point 到底我們哪一塊還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是一個很好的那個工具 那最後一點重點是我要跟各位介紹就是 其實治安最好的檢驗的測試 不是買那個total solution 我認為最好就是跟一些國內的治安團隊進行合作 然後進行演練 然後那個演練不是一塊小塊的演練 或者是有設定的演練 而是盲工 你就按照正常的 所以駭客怎麼做 你就讓他來做 然後最後 當然你內部也要管 也要監控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那樣的測試結果來講的話 我認為才是對我們改善 我們的一些機制跟設施最重要的一個做法 那通常這樣的演練我們都會經過董事會 approve 董事會要同意 因為這牽涉到預算問題 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演練的結果 我們可以跟外部專家請教 然後最後我們會做一個檢討改善 然後最後再報告給董事會 所以這個過程就變成一個 來檢討修正我們上面 董事會所做的政策 政策做的到底好不好 其實在最供給那一次就可以反映出來 不好 那不好的哪些不好 有哪些風險 是弱風險還是中風險 或是高風險 那如果是有的話 那我們就改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從上的政策制定 到最低線的執行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那這個互動的過程 除了我剛介紹那幾點以外 最主要還是要靠 真的是實際的演練來test 才是會達到最後才能夠看出 你的那個防疫機制是不是有效 你投入的人力跟資源是不是有效 那以上簡介謝謝 好 謝謝郭董事長的一個分享 那當然除了郭董的分享之外 我們也想聽聽看 這個富邦盡控的蘇副總 蘇財安長 貴單位是如何去評估 目前的防疫機制的成效 好 謝謝主持人 那我這邊簡單說 自我介紹一下 我有三個身份 我是Light Bank的董事 所以要對資安做治理的工作 那我是富邦盡控的資安長 所以要對富邦轄下的所有的子公司 做資安的一個策略的管理 那我也是兼北富雲的資安長 所以我自己制定的政策 自己要去落實執行 所以剛好我是 對我們公司講 我是資安的一條龍服務 從頭包到腳 那剛好這個主題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有效性才能去掌握 我們投資的成本 是不是可以回饋回來的 那當然資安回饋回來 就是如何安全的保護 我們所有的重要資產 還有各自的安全 那剛我們兩位 一個主管機關 還有我們郭董事長講了非常多 那我主要提到了我們整個富邦這邊規劃的主要是眾生防疫 其實我想很多的在座的很多企業是一樣的 做一個眾生防疫的機制還有層層的防護 那我們定期呢每一個月會檢視所有這個資安設備 是否有應該把這些攻擊危害的這些 駭客的動作有沒有把它保護下來 那每一個月我們會把數量統計出來 那我想能把它擋住了那是沒有問題的 那物爆的也會有 這可以量測出來這個設備是否有物爆的情形 那最怕的就是說 你惡意的風包 你擋都擋不住進到內部來 那這個資安的產品設備 這個我們就需要給它打一個問號 那這個是我們我想的這個整個 資安的有效性的 要從整個眾生的防疫相關的設備 整個來整體的做一個評估 那我這邊提到剛剛回應一下 那個郭總長提得非常好 你加上這麼多的防疫機制 到底有沒有更好的來檢測方法 當然就是滲透測試跟紅藍金的演練 你要從外圍往裡面去做一個測試 到底有沒有辦法這些機制做更好的一個防疫 那你防得住表示你的成效是OK的 防不住那很多地方就需要做檢討的 那在互方我還做一件事情 只要任何的資安事件發生 因為我們的資安的所有partner非常多 我都期待我的資安廠商提供給我 是最快第一時間的訊息給我 我們趕快張起我們的聯訪的機制 那這個是以後 這個我們在互方在做很多資安設備採購 我們會評估評量那個資安廠商 這個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才能知道說 我們不是你來賣我們產品之後 你後面沒有服務 這樣的資安廠商是我沒辦法接受 我想我簡單做個說明一下 謝謝蘇財長 那當然我們最後也請教一下這個應營的劉副總 那當然劉副總上來以來其實做了很多很多資安的規劃 那也請劉副總簡單分享一下 如何去驗證目前的防禦機制的成效 謝謝 我想剛剛前面幾位先進大概都已經講了非常多 我想防禦機制你怎麼樣去評估 當然其實我們現在在經管會的要求底下 其實每一年都會定期去做這個所謂的 資安的這個滲透測試或者是工房演練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大家必須要很清楚了解一點 這種方式絕對有它的重要性 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 因為它的頻率就是每年這樣做 可能做一次兩次 所以這個然後你有資源的限制 你有時間的限制 即便你找最好的團隊進來 他在那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他能夠看到的資安的posture 就是在那個當下時間點的 你的企業的資安的posture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樣子的定期的演練 因為它等於是一個儀式性 就好像每年去做健康檢查 大概你去做健康檢查之前 大概大家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吃健康一點 吃少一點 多去運動一下 所以這個我們要去評估防禦機制 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評估這個防禦機制的這個有效性 是不是落實在你每天的日常的工作裡頭 你的SOC的團隊 你可能有SOC圍在場上 或是你自己監控 它跳出來的每一張單子 它到底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可能不是只去看說 這個單子可能出現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原因可能是後面有一連串的問題 可能駭客已經從最圓頭橫向一直跳 跳到最後這個單子才跳出來 所以背後還有很多的這個事情 可能你在平常的這個 平常的時候就必須要去思考 到底這些防禦機制的有效性在哪裡 因為這個全部都是一個豁然率的問題 全部都是一個豁然率的問題 因為對企業來講 我要防禦的這個層面太廣了 誰可以很有效的 或者很幸運的找到那個駭客 能夠找到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鑽進來的這個點 所以這個 你怎麼樣去降低這個豁然率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這樣子的評估 我覺得企業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樣的評估到最後 如果這樣的評估 不是在評估所謂的設備的有效性 那這件事情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舉個例子 這個你如果買了一台車 你每天上班開這個車 這個你開車 你說這個車的規格都很好 但是誰能保證 你每天上班不會遲到 你上班會不會遲到 不是這個車子開的速度 能不能到達你的這個 它給你的這個規格 我每小時可以開到200 不是這樣子的問題 而是真正開車的這個人 也就是說你的資安的團隊 到底你資安團隊的成熟度到哪裡 能力成熟度 我們講能力成熟度 就是簡單講 你的這個設備 每一種設備 這些設備的維護的流程 你的人的能力是不是夠 可以維護這些東西 那設備跟設備需要串聯起來 這個怎麼樣去把它串聯起來 我們現在這個造圓資產的單位 都有成立資安的專責部門 我就發現就是成立了專責部門之後 就是資安從資訊部門拉出來之後 這時候的問題就變兩個分家了 那會出問題的就是在 要資訊跟資安要去借解的這個地方 大家那個責任理不清的時候 這個時候想要那個時候 就是出問題的時候 所以資安的成熟度 就是也有賴資安部門跟資訊部門 怎麼樣把你所有的日常的資訊的流程 資安的流程其實能夠串接起來 Signlessly的串接起來 那個SOC跳單出來之後 資安的人第一個時間反應 Pass給資訊的部門 資訊部門去查原因 然後這個像我們是定期 這個週報裡頭都會把一些狀況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需要去定期去檢討 所以我想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資安沒有一個資安的防禦機制 大概我一直覺得說 資安的防禦機制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確切的方式可以來防禦你的防禦機制 就像我們這個COVID-19你去檢測它 可能檢測三次五次都是陰性 結果第六次就是轉陽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還是在這個東西是一個持續性的 而且你必須落實在你日常的生活裡面 最重要的你的團隊的能力 就像COVID-19 我們怎麼樣保持我們平常的健康 這個可能我覺得是在評估防禦機制裡頭 可能大家會比較會忽略掉的點 以上謝謝 謝謝我們的理流副總 那當然我相信以上幾位都有提到蠻多點的 但我覺得這些譬語也還蠻好的 就像說你買了一個設備 就像是你買了一個跑車 但是你沒有好好的開 甚至你沒有駕照的話 那你買這樣的車其實可能也是沒有用的 那當然這一題的延伸 我也想請教一下蔡處長 在聽完大家的觀點之後呢 以主管機關的角度又怎麼看防禦的有效性 我想主管機關的期望當然是說防禦是需要有效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有一些辦法要求去做一些包括檢視跟檢測 那另外當然我們會想到說假設防禦無效的話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兩個講門來看 一個是最近我們特別強調有關於SOC的功能的一個建立 也就是有關於這個治安監控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治安監控這個機制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目前在推動現在也是說要求我們的金融機構 去建立治安監控的一個中心 但我是覺得說大家對治安監控其實不是那麼了解 在台灣一般都是用委外的方式 為給一些比較大的治安公司來做監控的工作 其實治安監控有非常多的一些相關的 不管是理論跟技術或是知識 所以我會希望我們最近會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怎麼樣去跟金融機構 大家一起來建構一些監控的一些規則 然後慢慢的就是這些規則 我們可以真的去偵測到一些 駭客的攻擊入侵的行為 包括說有些MITR的一些 裡面所定義的一些有關於對金融的一些 駭客入侵的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說SOC的機制是真的有效 並不是我有建SOC就是代表我有效 就剛剛我們劉布總提到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強化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員 對SOC方面的一些技術 還有他們的相關的認知了解技術 那怎麼樣去設定一個好的規則 怎麼樣收集一些必要的LOG 因為你沒有收到好的LOG 你的那個政策的位置或是LOG的位置不對 你分析出來的結果就是不一樣 就不停找得到駭客入侵的這種行為 所以一般現在常在講說 經常在政府機關 這個回報說有駭客入侵的結果都不是SOC 都是我們的一些檢料單位 他抓到了一些駭客的一些事件之後 來回報給你說 某個單位已經有被入侵或是資料外洩等等的 也就是說代表SOC這個機制 是不是真的能夠發揮效果 這個是我們要去檢討再跟深化跟落實的這個部分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要從基本面去把它建置起來 就是從基本的部分 所以我們最近也開FISEC這邊也開了兩個班次 就是有關於SOC的分析師證照的這樣的一個課程 上完課之後再去取得這個證照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當然大家提到的CCERT 就是CCERT的這個機制 目前對整個機構來講 我們大概目前規劃是 假設金融機構發生資安事件的話 當然是金融機構自己本身要有一個CCERT的功能 來做相關的應變跟相關的數位見識 或是相關的復原等等的機制 另外假設有金控的金融機構 我們會希望金控來組合成一個第二層的 這樣一個CCERT的功能 第二層 因為畢竟金控的資源比較完整跟比較豐富 所以它可以來支援金控下面的金融機構 那第三層我們希望是由工會 假設這個資安事件是擴大 需要跨機構來處理 那我們會希望工會本身也有這個整合的一個SERT的功能 去SERT的功能存在 那第三層 第四層我們會希望FIS格這邊也有這樣的一個整個聯防SERT的功能 就是建構整個四個層次的金融體系的這樣的一個應變的機制 那這個大概是在我們四年的這個資安行動方案裡面 大概會有往這個方向去邁進 我想是主管機關在看這樣一件事情的一個態度 謝謝蔡處長 其實這個我覺得剛剛各位的說明其實我是蠻期待的 因為我們會想邀請金融業者的原因是因為 不管是主管機關或是各個單位 它其實都是很想做好 而且是有機會做好 那所以我們也期待說 藉由不管說是從金管會 或是從各個單位 甚至資安廠商 連同金融機構可以一起把資安這整個各個面向都做得很踏實 那我覺得這真的可以作為其他業者的一個示範 那接下來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很期待知道說 像是這個有關董事會方面的 像是我們會想先請教一下林甄的郭董 就是說在於這個以董事會來說 如何讓董事會知道說企業的資安到底未來該投入多少資源 或者是說呢 有哪些資訊可以讓董事會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在資安上面 可不可以請郭董簡單的分享一下這些看法 好 謝謝 因為聯甄是管資料了 而且是全國性的資料 所以那個資料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們有主管機關有規定我們 我們的營運不能夠中斷超過四個小時 而且我們的資料不能夠外洩 所以任何發生這些問題 大概就是我們必須要複習的問題 所以董事會的政策就是 資安安全是第一個 priority 第二個才是效率 efficiency 第三個才是成本 那也並不是說因為成本擺第三位就不重要 那事實上董事會也會很重視 你的那個重大的資訊資安的設備採購一定 一定要抱董事會 那你有沒有考慮到國際價格 因為很多設備都是可以 compatible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 provide international prices 給董事 然後因為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董事本身就有人 是資安的高手 而且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他們都會自動的關心資安議題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講的話 董事瞭解整個資安的機會非常多 同時因為金管會在106年的3月1號 有一個吻要求所有的金融業者 每一年大概要把資安的實踐的結果 跟董事會來承報 那我想這個吻大概是蔡主長發的 所以從106年每一年我們就必須要報給董事會 有關於我們資安的資訊情況 所以董事會Cash到資訊資安的內部的運作 是非常的豐富 那還有一個就是董事會的成員 我也常常出國 就像去年我們隨著蔡主長到以色列去 拜會資安跟資訊的一些公司 那我們的中心的副總 也帶領了我們的資安部門到以色列去 那我個人前年也再去一次 所以董事會的董事成員 對於整個國際的資訊資安的發展的脈絡 應該要Catch up 而且他的脈動應該多那個 像年真的話 像我或者是我們董事 大概Hitcom或者是IT form 或者是所有的辦的會 大概我們都會到場 然後我們大概都會聆聽一整天 我想Adam大概都會常常看到我們在這邊 所以這樣的一個知識的Catch up 是一個維持董事會了解整個國際跟國內的資訊資安的現況 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設備有很多防疫機制 我們都從這邊學習到以後 那我們接著董事會討論 接著說這應該要Deploy 那我們就會去投入資源 所以我認為說 如何維持一個董事會對內部的了解 跟對外部的了解 這樣一個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有充分的資訊 有更好的設備 我們大概都會去執行 那我們明年考慮的是 我們可能會跨國進行 就是比較實際的一些演練 大概情況是這樣 以上做簡單的報告 謝謝 謝謝郭董 其實我們真的是在各大研討會 就看到郭董他是從一開始 就直接坐在前面 聽到一整天 這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那當然一樣這個問題 因為像剛剛這個蘇董 蘇董 蘇財長也有提到說 擔任很多角色嘛 那一定有很多機會 要跟董事會報告 那可以請您分享一下您的經驗 我覺得其實要董事會 accept我們的資安投入 我還感謝主管機關蔡處長 只要主管機關的政策引導 我想董事會大家都會同意 這個非常重要 尤其未來我們聚焦在 四年的資安行動方案 把所有的重點行動方案 整理好之後 然後我們該執行的策略步驟 把它規劃出來 大概董事會應該都會 接受我們這樣的一個建議方案 那我們在富邦 我每一年都有一個 自己心裡面的 而且把它畫出來 叫治安治理的藍圖 我把所有富邦的所有策略 所有的剛提到的一些 眾生防疫機制 還有執行自裡面 全部在一張圖呈現出來 因為要跟董事會的董事員 報告清楚 有時候因為治安太專業了 他們有時候 沒辦法很精準地掌握 整體的面貌 所以我把這個圖畫出來之後 那他們就很清楚 我今年的重點會放在哪裡 那為什麼我 這是我今年的重點 會在這邊 我會跟他做一個分析 原因在什麼地方 所以在我們治安的 我每一年 會有兩次跟董事會報告 其實我們所有的在 治安投入的一個成本 還有我們整個成效 我想董事會都可以接受 我們這樣的一個 簡報內容和話以上 謝謝蘇財安長 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常說的 這個向上管理 你要如何去說這個 老闆聽得懂的話 如何去說董事長 董事會聽得懂的話 這個就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用一些更有結構的一些 不管是圖片 或是一些有結構性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對於了解 治安會是更有幫助的 那接下來的話 下一個議題 我們會想要探討一下 供應鏈的安全 那主要是說 在國內外 其實都有很多供應鏈 相關的問題 那也很多大型的治安事件 也是因為供應鏈這邊 所造成的 不管是說委外開發的廠商 它可能資料被竊取 原始碼被竊取等等 那甚至是說 可能有些廠商的VPN被登錄了 登錄之後 可能到企業的內部網路 都有很大的危害 那我這邊想要請教 包含說蔡儀處長 還有像是 藝營的劉副總 就對於供應鏈安全 你們的資安要求 或是什麼 可不可以給在座的一些 與會者一些指引 或者是建議 那我們先請 還是我們可以先請 藝營的劉副總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於供應鏈這邊的管控 謝謝 對銀行來講 特別是IT方面的 一些相關的Solution 其實長期以來 都是仰賴IT的廠商 所以這邊通常是會有 設備的供應商 或者是服務的委外廠商 那我想過去這種形態 因為這種不管是設備的提供 或者是服務的提供 IT服務的提供 它其實都比較靜態 某種程度上面 我們可以非常仰賴這個 buying power 透過合約的方式去要求 這些廠商你提供的設備 應該要達到什麼樣子的assurance 那你如果是服務提供 服務委外廠商 我們其實按照經管會的要求 其實我們也必須要每一年去 去對這個委外服務的提供廠商去做集合 那當然這個 again又回到同樣的老問題 這個集合 我們去集合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找 資安的相關的這個 服務的廠商一起去幫忙去看 否則以銀行的 目前其實資安原力短缺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要對這些服務廠商 它到底資安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其實衍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對於這些IT的廠商 尤其甚至有些是國外的廠商 這些到底整體的資安的水準 資安的標準 這個我個人還是會呼籲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有一些主管機關 去證實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當然國內通過資安法 那到底資安法 對於這些所謂的provider 它的資安的水準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但是對銀行來講 其實下一個階段更複雜的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所謂的開放銀行 剛剛講的這種服務供應商 基本上它大概只touch到IT的層面 而且我們跟它的關係通常是已經 很早就已經談好這個合作關係 這是靜態的 但是未來走到open banking 這樣的關係可能就變成是動態的 甚至即時這個關係就建立了 透過API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自己觀察到的就是像 可能有些TSP業者 我們現在可能很多客戶的一些行為 都發生在TSP業者那邊 那攻擊行為可能也發生在TSP業者那邊 那從我們的角度 如果從API這邊望過去的時候 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合法的 合法的用戶 那它下的這個交易指令也都是合法的 所以我已經看不到 如果未來真的這個所謂open banking 走到極致的時候 其實我看不到這些攻擊發生的樣態了 我看得到的都是只是最後 非常非常高階的交易的結果 所以未來這種 如果我們把這種所謂的平台經濟 或者是所謂的價值鏈 把它也看成廣益的供應鏈安全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下一個階段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 那儘管會非常積極 其實FISEC成立之後 所有的金融機構的 大家有這樣的一個club 但是未來這些TSP業者 他可能是不是在金融這個產業 那他怎麼進到這個club 他怎麼樣去分享這些資訊 我覺得這個是下個階段 可以來探討的議題 以上 謝謝劉副總 那我們接下來也請蔡處長說明一下 好 謝謝 我想劉副總提到的這個部分 的確是其實伊穎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有關於供應商的管理的部分 我想一般目前來講 我們對供應商大概只能做事情的審查 然後事後的集合 這樣的一個透過合約的機制來處理 那在我們這次的那個資產行動方案裡面 我們有一個部分是 我們也會去重新去訂定一個 有關於供應應鏈風行管理的一個規範 包括剛剛副總提到的 這種API廠商界階的 大家要特別注意到的事情 但這是一個短期指標的部分 那長期資本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說 其實還是要類似像 目前像台積電他們做的 就是我們的這種供應商 是不是可以組成一個聯盟 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去對供應商應該會有些要求 就是一個整理性的要求事項 例如說你當作我們金融機構 不管我們當然可以分類別 那不同類別的供應商 你應該達到怎麼樣的水準 從它的這個基礎去建立 就是你要先把你供應商的這個體質 包括你對資安的能力的要求 對你的資安本身的這個 你所做到的這個資安的水準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從這個基本面去要求 那你要達到這些資安的水準之後 你才可以承包一個是金融機構的 不管是資金系統的合約 或是說你是要做借接等等的 我覺得應該是從基本面去要求 那另外透過一個聯盟協會 我覺得他們可以互相協習 互相進步 互相觀摩 所以我覺得長眼來看 還是要從這個有關於供應商 自己本身 他們怎麼樣去強化他們自己的體質 來協助他們 然後讓他們可以整個提升上來 那這個對金融機構也有好處 所以我覺得從治標跟資本方向 來看這樣一個問題 那治標部分大概我們在這四年內 應該短期年會先把它完成 那資本部分我想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 再把它做得更好一點 謝謝處長 那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些問題會跳過 那當然在這個議題的最後 我想請四位語團人 還有沒有針對今天的各個議題 有任何想要補充發言的 或者是想要討論的呢 我先提一下 資安的工作壓力真的非常大 所以現在國內有推薦資安險 我覺得可以考量資安險的一個投保 因為透過資安險可以 像把一些比較專業的 這個見識專家 或是處理這種資安事件的 這些公關專家 或者是事件的調查專家 可以把它引進來 那有一些裏皮的機制 會讓我們在資安工作 可以更安心一點 我想這我有一個建議 謝謝 謝謝數字安長 那我想說 我們今天的這個頓談 當然除了說 我們制定一些題目 來詢問各個語團人 做一個分享之外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 藉由這樣的方式 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雖然說金融業者 其實溝通管道已經非常非常的密切了 但是其實金融業者 對於一般民眾 或對於其他業者來說 相較之下是比較低調且神秘的 那我們想說藉由這個機會 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看法跟方向 那希望對大家都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的論壇就到這邊 那我們在這邊請各位再掌聲 感謝四位語團人